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灰色位置 如何能忘记 到了这境地 热杀隔余难关 总能承担 似迷途往返 命运创地循环 创地相反 真分重如鸩 我占捐皮 表面上我们还是很不胖 但是大家都知道以后都没有朋友族 所以以后很难在他身上讨到杜耳鏗 那些杜耳鏗 明知道杜耳鏗和红角洞的死有关 查到这里就断了线 那也未必 马启元还未知他真瘋还是假傻 还有希望的 马启元现在有条谋杀在身上 如果他不扮认 分分钟下半世要蹲牢 如果他是扮事,我真的说他聰明了 现在他借瘋爆杜耳鏗大王 无非是想我们查出杜耳鏗的壞事 但是他又觉得不清不楚 究竟他想如何 这样给他耍,不是办法的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试试他是不是真瘋 马启元只剩一个人上船 或者这个人可以令他缩瘋 我去见马启元 得道师兄,开闸吧 好 你怎么带个客人来不早通知我 你怎么做秘书的? 马启元,我炒了你 你最好跟他保持距离 你也看到了 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 马哥 Marco,你怎么样? 我什么怎么样?你别吓了你 你这些女人,开人开人 等一下,吃饭,吃饭,吃饭 Marco,现在没人了 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他们现在要继续责任你谋杀郑福 究竟发生什么事,你说吧 老公,老公 你听清楚 我说的就是真相 我一眼看到的就是证据 你快点映下我,拿去睡 快点映我 马启元,现在没人了 你快点跟我说 究竟有什么事? 你怎么说得很清楚 我是世界王王 Marco,别再假装了 如果你不告诉我,我能不能帮你 我找到你 这么大的镜头拍不住我 这么大镜头拍不住我 这么多镜头发现我怕 在这里假装 我要过去坐下见敏徽 你为什么在病房中针孔镜头 我有权投诉你侵犯马生思尤 你害怕吗? 你害怕我听到你和马启元说秘密? 我不需要帮你任何问题 马启元是否假装瘋 放时间,给你时间去做事 你到底帮他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有多瘋,你有眼睛看的 我就是不信他瘋 你想也好,不信也好,不关我事 哪个人瘋得这么深水清 连他的镜头放在哪里都知道 你们分明就在打龙通 不然刚才你说没有人在叫他说清楚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我只知道 你现在侵犯他的私人 你是个律师 你帮我罪犯做事 你帮我掩住多少人 你害死多少人 总而言之 我要保留追究的权利 还不让我报到你? 你问我干什么? 我现在没有空 看你的样子 在澳门已经输光输正了 连出卖Marco赚分的那些 都能吵架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假装?Marco出事之前 根本就是在Avril喝酒 怎会一醒之后 一会回家 你又今晚会辞职的 你要这么冒险出卖Marco 是不是对方给你很多钱? 没有,我什么钱都没收过 如果你肯跟我回去做证人 证明你在Avril弄坏了Marco 这张盒子就是你的 不行 神经病,我不会去收这张盒子 你送我被抓 不是,警察不会补我的 我会被他们砍死的 你干什么? 这张盒子你不收 你欠缺被人砍死 我,最虽然真的不能收 你在赌场需要欠个蛋 百多个 这家口腔道有钱 你也说不要? 不行 不行,你送我 要是被人砍死,你选择 不行 走 你两个什么事? 什么事? 打你什么事? 放手 放开他… 放开他 我警告你,不要再多时间 麦可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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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 我刚才不是落口说了 我路过而已 还有什么移民 路过你特意去那里 我来 好 你突然去港澳门干什么? 去澳门 不行? 行 那去澳门干什么? 我不是犯了,为什么要陪我? 有途人见到你和两个男人拉扯 然后有另外两个男人出现 打走一个夾走一个 是不是有这种事? 我刚才不是说了 他们问路,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你 你被人打成这样 都不跟我们警方合作 你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查的 你们又信得过吗? 难道你不管自己的安全 继续去查? 你告诉我 你要为谁去做的? 不要为谁 总之我有事 就不用理警方你 你跟我见一个人,走 走 放手 走 師兄,开门 你让我站在这儿干什么? 不要吵 阿基,起床 起床 你回家带上去看看 这个女人是为了你被人打死的 你就是在这里做宿舍活龟 抓爹麻傻 你是不是男人? 谁打你? 谁敢动我的人? 我帮你会是杀他全靠 你别再在这儿敗意 你根本就是在那儿抓爹 你抓爹要他帮你出去刮鸟 证明你自己没罪 没有,我真的什么都没帮他做过 如果你是男人 你就不要自己的女人出去冒险 你看她的样子被人打成这样 如果你真的被人冤枉 你不要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找到证据床死杀杀 杀杀 还有一个碟 什么碟 是否上次你叫我家庭警方那只 找到那只碟杀杀杀死的 那只碟在哪儿? 里面是不是有杀杀杀杀杀 为什么你一早又不拿出来? 我被人抢了 否则我根本没有看过女人的资料 还有一个 是哪儿? 找到那只碟杀杀死的 还有一个 找到那只碟杀杀死的 你不是玩的 找到那只碟杀杀死的 杜先生,高大壮来了 有 杜先生,Denis还想找尿器 替马启元脅身 不过让我弄好了 做了那个Michael 也不会再出现 我早就说了他的手舌尾巾 都是杜先生你千见之明 但是警方那边真的很切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不过放心,杜先生 我一定会跟随一点 我不會讓Denise亂理 馬啟願現在情況如何? 我現在在肌瘤病房 24小時也有警察看著 我手都很瘋 他撞車之後腦部受瘡 現在經常瘋癲癲癲癲癲癲癲 還經常亂說話,也有提過杜先生 他瘋癲不要緊,我怕也沒怕過 他想爆我什麼就爆我什麼 他是瘋癲癲的,一點證據也沒有 說話更加沒人相信 小姐,回來的? 這一隻 Mamman,累了嗎? 你好,出來吧,這麼累的? 對,我最近改範圖,改得很晚 你一定不說,我回去睡覺 謝謝,改了 我先上房,慢慢談 來 為何Jillie的精神好像很磅忽 其實最近我們很少見面 我太太約他出來,他都說沒空 他是不是跟婚姻不開心? 可能工作多,整天躲在房間裡 叫他下來吃飯又無奈 真是沒辦法 老公 你說他的袋子裡面有瓶藥? 沒有 白色小小的瓶 他的袋子裡面沒有藥 你查查他的貴筒有沒有? 如果是那種藥,他一定會隨身帶著 沒有 那可能不像是普通的維他命丸 有 那是什麼? 那個藥的瓶子裡面寫著DIAZEPAM 是鎮症劑,長期四會反映遲鈍和渴睡 還會上癮 難怪剛才我上來看見他自己坐著發偶鬥 我站在他面前,他好像看不到我 Mai,你幹什麼? 我沒有 你幹什麼查我的藥? 不要 Julian,你為什麼要吃這些藥?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Mai上次在你家 看到你的袋裡面放了幾瓶這些藥 他特地叫我上來看看你 你到底什麼事?是不是Funny? 你還說你沒事?你又吃藥 我的手都震了 到底是不是Funny氣傷了你?你說吧 我好辛苦,你給我吃 你不要再吃這些藥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會兒就要Funny不喜歡我 他為什麼全都變了?他為什麼不喜歡我 進來 Funny神,那個律師找你 找來什麼事? 剛剛見過警署,就上來找你 是嗎? 既然來了,有件事想跟你說 我看你不是剛巧來找我 你故意來找我 其實有什麼你直接說,不用這麼神秘 你有事不讓人知道嗎? 其實不應該由我口說出來 是Mai叫我上來跟你說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Julian他最近情緒病復發 他直接認真是在上人 他平時無憂無慮 他現在的情況,我估計是因為你 首先,Julian是我女朋友 如果他有什麼事,有什麼病的話 我會不知道嗎? 我真的基於朋友的道義跟你說聲 朋友的道義?說得挺好聽的嗎? 事實就是這樣,你不相信可以問Mai 你是警察,一個人有沒有濫藥 你一眼就看得出來 我要說的話就說完了 至於怎麼做,你是人男朋友 你自己想想吧 你… 怎麼樣出來呢? 你也想了嗎? 你的臉色很差 你也懂得關心別人 我以為我死了,你也不會理我 你別說這種話 May跟我說你情緒很不穩定 May跟你說,你才來找我 但May不跟你說,你就不見我了 你告訴我,你是不是病發? 什麼病發?我不知道多好 拿個手袋給我看看 有什麼好看? 不要搞 你又吃鎮靜劑嗎? 我不吃,我睡不著 是你害得我這樣的 你一會兒又說喜歡我 我們知道沒有病發之後 你見也不見我 你一試一試,整天都變,我很辛苦 就算是喜歡,也不可以什麼都不看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很複雜 有什麼這麼複雜?我們兩個一起就可以了 這個世界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將來怎麼沒人會知道 但我想給你一點時間 你想說什麼? 是嗎? 朱莉,你冷靜點,大家都要冷靜點 不如我們暫時不要見面,好嗎? 那你只是想分手而已 你冷靜點,好嗎? 我真是你,張立芬 我真是你… 好嗎? 畫畫是直接反映人的內心世界 甚至一些他未必肯說的隱藏訊息 都有機會在畫中找到 那就是說,就算馬啟源真的瘋了 他曾經做過藏著碟子的動作 那畫就會反映出來 沒錯,不過大前提是要拆解那畫 這幅畫 我想問你畫這幅畫 跟隱藏的碟子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這碟子在哪裡 導演他死的 那不如你告訴我 在下面 在下面 隨便找個瘋子畫的畫就說五十萬 昌哥,這期你很等錢花 高大壯 這幅畫是我閒閒閒向醫生買的 就算我不賺,那些小子也要吃 不過我看大家合作了 這個價錢便宜給杜先生了 我再提醒你一次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 知道不一定對你有好處 只要大家沒有機會合作 我以為全世界都知道了 不用再裝作 知道什麼? 就是杜先生指示馬啟源 找人殺韓國洞 那些人都全都爆發出來 還說手上的碟子 隨時可以煮色杜先生 無可可憐 最後那碟子 我都在Denise手上搶回來 高大壯,猛個小鼓滑來 是,他說只有這碟子,你們真的相信嗎? 別這麼傻,而且他現在真的瘋了 說的可能是真的 那你查不查到Den老把這碟藏在哪裡 神祖扔給你了,你嫌貴而已 進來 杜先生,高大壯來了找你 來得正確,量度一量尺 穿老師姑做西裝 你不會穿別人弄的西裝 杜先生,我花了一點時間 陶女仔,量度一量尺 好 杜先生,還有另一隻碟子 你先出去 是,杜先生 杜先生 杜先生 我花這麼多錢,就是想這碟子永遠消失 你現在跟我說錯了第二隻 你真是廢物 杜先生,其實還沒肯定 我收到一封,說馬啟元還有一隻碟 但是馬啟元現在瘋了 可能他胡說,根本沒有這隻碟子 誰說他瘋了,他告訴你知道嗎? 他不知這麼清醒 一隻碟子裡有他 把他出來,他都一身危 現在他假裝瘋,到時什麼都不用上身 我就蹲成小牢 杜先生,你冷靜點 我們現在不要理馬啟元 究竟是真瘋還是假瘋 我們最重要就是搞清楚 究竟有沒有另一隻碟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要麼帶一隻碟子回來 要麼帶自己的絲回來 我吧 我看,你也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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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猜不到 我看,你也猜不到 我看,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對不起…我沒有弄傷你了 沒事,我老婆身輕如燕炸下來 當然沒事了 換了她炸下來,你叫白車 為什麼我這樣也猜不到 女癢,煙,燕子,就是身輕如燕 我看,你也猜不到 你猜不到 還要怎麼說 你玩了什麼,這麼開心 沒有,那些電腦遊戲 就像猜燈迷一樣 不過迷面就是玩偶和圖案 答案可以是戲名,人名,電影名 甚至無尼沙街的句話 總之什麼都可以 不過說到尾都是那些低能遊戲 不適合你玩 也不是,聽得多有趣 識貨,是譚美貞這些 作為人妻的腦子轉數慢 不及我的青春笑額開癢 Turbo鬥才抵毀遊戲嗎 笑我轉數慢,是嗎? 好,我出絕招 老公,幫我捏贏她 我今天想了小事,輕輕地記 你是不是想去宿舍? 一條而已,很快 來,這個迷面就是 眼睛、圓圈、秋葉、水滴 眼圈、秋葉… 你不想猜… 你不可以猜 眼睛就是目 你不… 圈就是串 你不… 秋葉就是秋天 你不想猜 水滴 為… 莫切秋仔 你怎麼搞的? 老公,不算了 這條不算了 我老公第一次玩她的新人 我有點事要做,你們繼續玩吧 還有什麼? 阿婆脫衣 衣服上面有五十一 脫衣 五十一 脫衣 即是十七 和我們一起用手 東先生 我想我知道是指寶潛在哪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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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яowe 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要耍大家的時間,我來 我不給你又行,最多一派就散了 對不起,高次,你回去告訴杜爾康 叫他做戀心去準備坐牢 不要,別管你 杜爾康有事,他一定對馬春 我已經走不了,我不可以坐牢 夠了,你別再令我對你的內疚 但你連累到我什麼賤都沒有了 是我連累到你這樣,但一半是你不幸 所以,我還是請你幫你的 你就利我對你的同情,對你的內疚 你達到自己的目的 我當你朋友,當你是兄弟 你當我是什麼?你當我是工具 你會不會太恐怖 我有當你是朋友 你說吧 你為了要知道梁靜雯在哪裡 你就送了一個人偷聽的錢包給我 這樣叫朋友嗎? 我沒其他辦法,只有你才能幫我 高次,你知不知道 上一次我差點被你累到我被人燒死 你有沒有想過我? 這是我預計之外的事 我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去做事 你真厲害 隨便想辦法,殺人可以當沒事 我還知道你上一次特地打電話給我 不過我聽劉嚴在油庭會碼頭出現 你還叫我去看著你殺人劉嚴 令你好像自為殺人 不是… 當時我很危險,有要不要殺我 我有危險,我撕殺他而已 我做所有事都是為了保護自己 人就是這樣 換轉是你,你也會這樣做 你真是好人 這件事經你把口說出來 歪來變真理 還覺得自己很對 我真的覺得你不是人 這是現實 聽到這樣 我給你一千萬,二千萬 一號價,三千萬 你發瘋嗎?你當我是甚麼人? 我會要你的錢? 你不用這麼快回答我 你先想清楚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機會 我不需要這種機會 我告訴你 如果你的碟子裡有你的造證 我一定要親手拉你進去坐牢 那碟子被警察搶了? 怎麼會這樣? 杜先生,我已經盡力了 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 那碟子在警方手上 如果裡面真的有料的話 我相信警方會很快行動 你肯定Marco說的是這碟子 不要另一隻 是,只有另一隻 那臭小子真是絕 糟了,也要把我把他抓去 這碟子,我不知道現在警方有多少證據 在手,不過我建議杜先生 你暫時離開香港避避風頭 我會查到警方那邊有甚麼資料 我們再從場計議吧 避風頭? 沒有,你只是殘廢,你不是老殘 我是誰?我是杜爾亨 杜爾亨先生好像值多少錢? 接鋒值多少錢? 我全部投資值多少錢? 杜爾亨先生,如果我走了,一泉沙沙沙沙沙 接我的股價就從口氣下跌到收市 一直會不停地跌 我整個環節都走不完 杜先生,留得青山再有 最重要是不要被警方抓到 以你的能力 你去到哪裡都可以東山再起 賺錢對杜先生來說根本不難 最重要是要有自由,只要有自由 杜先生,你到時做甚麼都可以 馬田,替我查公司有多少流動資金 然後把所有錢交換到我瑞士的戶口 還有,替我準備一架私人飛機 我要盡快離開香港 Harry,為什麼會在這裡? 一天都來做個好事 Marco的臭小子也想殺死我 Marco?他不是瘋了嗎? 就因為在這裡搞扣陣 那個小子瘋了,也想拿一隻碟來殺死我 搞到導演已經肯定逃跑了 那隻碟…什麼碟? 他把我犯罪證據 拼在你那隻碟裡放在Avril17 打算來殺死我 現在那隻碟被警方找到 我堂堂、杜爾康都要穿草 有福同享有難同多 我要慢慢再拋棄你,給我撿你走 慢著,那隻碟是不是收在雪櫃房裡 三桶櫃,最低的那層? 你早知道有這隻碟? 這隻碟我曾經看過 裡面根本沒有你的罪證 沒有罪證?那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事? Punny Sir,趙律師來 Punny Sir,這麼晚叫我來 是不是找到Marco的碟子? 那就是教你要負責罪證嗎? 好,請回馬啟園 搞定了,你們最喜歡吃的牛扒 別拍我了 這麼漂亮? 別拍,都說別拍我了 有魚的,你當我惹人嗎? 總之你能吃的 吃… 彈什麼呢? 彈兔,有沒有打賞呢? 再來一張,一、二、三 一、二、三 我愛你 我答應你,以後我都會過這麼久 好 有了這隻碟,都會有四個 四個 Scarly看到這隻碟 才會知道我很害怕愛她 謝謝 她就會回到我身邊 我還以為可以藏死杜爾亨 還以為可以藏死杜爾亨 誰知弄了這麼久,還想不到馬啟園 都瘋了 打算在她身上拿資料,現在全都沒有了 明明知道杜爾亨身有事 要不然她怎會這麼緊張這隻碟 還叫高志恒搞這麼多東西出來 現在瘋了就是瘋,死就是死 證據全都沒有了 最後一條線也斷了 這個日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日出 因為有你在我身邊 不過,我怕以後都沒機會再見到 你是令到我最痛苦的人 亦是令到我最快樂的人 謝謝你,保重,我會永遠祝福你 不是吧,難道她想自殺? 甚麼事 請問找哪位? 我想問一下Julian在這裡嗎? 小姐一早就出去了 那你知道她去哪裡嗎? 她沒說過 謝謝 Julian,Jer,有什麼事? 剛才她的照片上來 還說一些很奇怪的事 找不到她嗎? 剛才打電話,難道Tony說她一早出去了 不知道她去哪裡? 小姐 小姐,你開門,我知道你在那邊 小姐,開門 小姐,你開門 我知道你在那邊,開門 小姐… Ju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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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多少安排? 為什麼你要這麼傻? Julian 你別管我,你走 我送你醫院 你別管我什麼事,弄得我女兒去哪裡? 陳臣 我告訴你,如果我女兒有什麼事 我不會放過你 醫生,病人怎麼樣? 醫生,我女兒怎麼樣? 幸好病人服用安眠藥的份量不算多 加上及時送院,我替她洗胃了 現在沒什麼大礙 不過我們懷疑她有濫用鎮症劑的習慣 我們會有多少輕微出血 我建議她留院搬拆,病人正在出禁 Money 是 請打電話,幫朱瑞人全員 知道做事 Julian,我警告你 不要再搞我女兒,不要再傷害她 是否很後悔? 你做了這麼多事,最遭到屠龍無功 反而傷害了一個愛你的人 你不用在這裡說風涼話 我一定會找到正被坐死杜耳症 你憑什麼? 憑個天,我相信天有眼 如果天有眼,我雙腳就不會倒閉了 這個只是失敗者安慰自己的說法 你和我都心知肚明 所有罪證都沒有了 所有涉案的人,包括劉嚴、蕭榮光 全部都死了 Marco又瘋了 連那些碟子最後都剩下劉 你現在什麼料都沒有 怎麼鬥我呢? 你不用這麼得逞 我終於一入去親手抓你 薰爺,我來這裡不是落井下石 現實是殘酷的 我告訴你 你已經沒有足夠的證據去檢控杜耳痕 即使你肯定他是幕後的主流 那又怎麼樣? 你可以做什麼? 你什麼都做不到 你當著我都沒有 我給不了你什麼 你更加沒有證據去檢控我 你當著我和杜耳痕有什麼好處 升職加薪? 你冷靜點,既然你什麼都做不到 你還做來做什麼? 你繼續這樣下去 只會和Julian分手 你是要傷害他 你應該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何必呢? 你不用在這裡說那麼多廢話 我不會再聽你說受你的影響 誰的犯法我都會親手抓到 包括你和杜耳痕 Funny,你這麼執著做什麼? 面對現實,你會計算的 損人不利己的事,你做來做什麼? 現在大家兄弟一場 老實說,你以前都幫我不笑 我寫了一條方案給你自己想 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歡Julian 如果你肯放手的話 你和他也不用不同事 你心裡怎麼想?你自己最清楚 如果真的有了,我們馬上結婚 如果我有寶寶 你要負責任才和我結婚 好,現在我沒有了,你開心吧 不如我們暫時不要見面,好嗎? 那你只是想分手而已 我不想死你了,張立軍 Funny,你這麼執著做什麼? 損人不利己的事,你做來做什麼? 我當主人頭看不大 let me know you rosalien 他給你 你真煩惱 他知道嗎? 你不讓我先看 你看,我那是一家,你東西看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她現在沒事就行了 一天都是你,教育這些傻瓜 差點搞出人命 怎麼樣?跟Punny談得怎麼樣? 她叫我冷靜一下,說暫時不見 我想她是想分手的 可能她最近工作壓力大 想自己冷靜一下,你別想到 我怎麼可以不想? 她怕和我有寶寶,又不想和我結婚 我怎麼可以說服自己,她還愛我 人就是這樣 有的時候就不用珍惜 沒有的時候才會後悔 或者Punny沒人明白到 你對她有多麼重要 那怎樣才可以讓她明白 你別問我 好,你問你自己,究竟你有多愛Punny 你可不可以為了她死嗎? 死? 或者要去到生死關頭 才可以令Punny明白你對她有多麼不重要 你教我,叫Julian用死去嚇Punny 萬一她嚇不到Punny,她真的死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很有分寸的 我問過醫生弄好那些劑量 才叫你把那瓶安眠藥給Julian吃 而那些份量足夠嚇Punny 但是Julian沒事的 你也不知道行不行,總之不聽你說 這條路是老套一點,但是一定行 行不行 Julian 你來幹什麼? 我們是跟你說對不起 我再不想聽到這三個字了 那我再說另外那三個字了 我愛你 你不要再騙我了,好嗎? 我很辛苦了 我沒有騙你 剛才在手術室外面 我真的很害怕,我擔心沒了你 我很害怕沒機會跟你說我傷了你 其實我很想告訴你 我很想跟你結婚,很想跟你生寶寶 很想跟你一生一世 阿翔 你答應答應我,嫁給我 我也答應你,會照顧你一生一世 阿翔 你不要再說我,你永遠都不可以反哄 你放心,我答應你,我永遠都不會反哄 就pletbo Julian,Julian 小心 快點聽, 一定有好消息 Jillian 美姐, 我要結婚了 Funny剛跟我求婚了 真的嗎?恭喜你 謝謝你, 美姐 幸好有你教我, Funny才會回心轉意 你別謝謝我 是你自己找一條命拼回來的 剛才真的擔心死我 你沒事就好了 服部駕 臭雲 混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